结束巴黎奥运会的征战后 樊振东今后的计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本人透过媒体不止一次表达了退役的想法 有球迷撰写了樊振东2021年东京奥运会 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三年周期背后的酸楚 其中就提到了樊振东和饭圈文化之间的紧张状态 对于你写的那张纸条说巴黎挺好 未来会更好 有些人揣测说你未来是不是要做一些 跟乒乓球没有关系的事情了 害怕你退役 害怕你离开 首先在这样一种环境或者说这样一种状态下 已经有了挺长一段时间 我其实一度也很被这些去困扰 你指的是饭圈文化对于你造成的困扰吗 对 感觉这个对项目的发展 包括对个人我觉得都会造成挺多的影响困扰 甚至是伤害吧 我觉得 伤害过你吗 大大小小的事件我觉得也经历过一些吧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说对队伍 还是说对大家这种团结 其实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吧 我觉得 在一些体育项目和优秀运动员受到关注和追捧的大环境中 出现的非理性追星行为被称为饭圈文化 从社交媒体上粉丝之间的互撕谩骂到线下追星时的围追堵截恶意攻击 部分极端且失控的饭圈行为 很难不对运动员的比赛训练乃至日常的生活造成影响 8月17日 中国拼协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了饭圈乱象 其实这个时候会感觉到运动员本身的无奈 我的时候你会觉得输球也不行 赢球好像也没那么行 你们除了在技术上更强大之外 在心态上 在性格上 在胆识上 包括在处理和世界的关系上都要变得更强大一点 我自己吧可能非常渴望在赛场上能够成为焦点 但是下来以后又特别不希望成为焦点 而且我认为这是运动员本身比较正常的一种状态 但是现在可能在场外的很多东西 被放大 被过度关注以后 会觉得压力很大 会觉得确实就是无所适从 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你很多次叫怒斥饭圈文化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吗 我觉得首先需要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态度吧 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或者说正常的渠道 我觉得要去有一些自己的态度 而且我也没有担心 大家会因为这些不喜欢我不关注我 然后再一个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引导 能够让这个项目包括体育的这种氛围 能够更加健康积极向上 你发了那条微博之后 大家都在揣测说你是不是要退役了 真的吗 我觉得确实打完这些奥运会非常累吧 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好好休息 包括对于下届奥运会 其实目前完全没有考虑 但是未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交给时间吧 哪有力的 大概是正常来的 该怎么做的 我们有点 我们就行